据资料显示 自夏季以来 加州的山火燃烧总面积已超过200万英亩 创下有史以来最高记录 刷新了此前在2018年遭遇史上最大山火的196万英亩记录 对于加州当前的20多起野火 州长纽森于上周日宣布5个县进入紧急状态 其中 中加州弗雷斯诺县的Quickfire燃烧近15万英亩土地 造成数十名在优胜美地附近游玩的民众被山火围困 截至周二 当局已经利用直升机救出50多名被困游客 另外 洛县的Bobcat Fire 圣贝纳迪诺县的Dorado Fire 以及圣地雅各县的Valley Fire 仍在不断燃烧 据统计 自8月15日以来 加州已发生900多场山火 与此同时 加州多个地区破季路的高温也助长了山火的爆发和蔓延 劳工节长周末 洛杉矶的气温达到111华氏度 而附近的圣费尔南多谷更创下120亿度的记录 而位于北加的旧金山市 上周日最高温达到100华氏度 比之前的高温记录还要多出5度 创记录的高温也促使用电量急剧增长 虽然当局至今仍未强制断电 但各大电商都对用户发出警告 若用电持续增加 电网将不堪重负 导致瘫痪断电 新唐人记者李佳音 洛杉矶报道